发烧了 喂 捧棒 弄个医生过来 啊 叫医生干嘛 你要死了 别废话 弄个医生过来 要嘴言似的 究竟怎么了 昨天我自己回酒店了 后来出事了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袁阳等着医生来 闲着没事就蹲在床边 下巴垫在床垫上 默默地看着顾清陪 他以前好像也没怎么仔细看过这个男人 昨天更没仔细看 其实吧 他长得真的很有男人味 他开始怀疑自己也是个同性恋 他不明白 他怎么就唯独对顾清陪受信大发了呢 以后给我老实点 水尖长作品 针锋对决 第二集 这 这 哇靠 这小子不会那么牛吧 不对啊 那个要吃完没劲的 而且那小子不是跑了吗 你 你 袁阳 你 躲一边去 让医生过来看看 他发烧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我 看屁肯 我操袁阳 你真他妈禽兽 闭上你那张鸟嘴 兄弟 从今天开始我要重新认识你了 你跟我一起泡马子的经历 再也不会有了吧 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居然连男的都不放过 你再他们胡说八道 我把你顺床扔出去 禽兽 这他妈禽兽 你复读鸡啊 能不能别再说了 我他们都够烦的了 你还知道烦 昨晚是不是你把药给吃了 你和你们顾总不是势同水火吗 怎么一下子就好上了呢 我没跟他好 那一地保险套都是鬼用的 反正就是做了 我也懒得这事 你可真是 顾总碰你真够倒霉的 那我就不倒霉 我成天都快被他烦死了 恭喜你啊 以后你们俩再也烦不着彼此了 你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我说你那张嘴能消停会儿吗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你们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不知道 我真服了你了 怎么了 这不是那个摄像头吗 你在哪儿捡到的 就在桌子上啊 你昨晚都没看到吗 这么小怎么注意到 这玩意就正对着你们 能舍多长时间 一晚上绰绰有余 验照啊袁绍 这玩意拿出去卖可赚大钱啊 你电脑给我 不行 里边有资料 回家再给你 电脑先归我 顾青培昏睡中发出意义不明的梦意 鸳鸯把耳朵贴到他嘴边 想听听他在说什么 却根本听不清 他摸着顾青培有些发烫的皮肤 心想 这到底什么时候能降温呢 袁绍感觉脑袋阵阵发猛 心慌意乱 看着依然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的顾青培 他眼睛有点发红 你醒了吗 不会是着糊涂了吧 你 看来是醒了 你要喝水吗 还是吃东西 滚 我滚了谁来照顾你啊 这时候就别乘巧了 来 喝点水 你要吃饭吗 我让酒店送点 赵 牛奶 我早就警告过你 别惹我 谁让你自不量力 自不量力 你不是觉得童心来恶心吗 袁大公子为了打击暴 连自己都牺牲了 真是精神可佳 你 这一回都算你赢了 你说吧 以后想怎么样 以后少管我 行啊 我以后不管你 以后不用接送我上下班了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我会接送你的 不用了 怎么敢劳烦袁公子 你爱做什么做什么 我会跟袁大公解释的 我资历不够 不配叫袁公子 好啊 我就等着我爸赶紧放我走 你以为我愿意成天受你的气 起来吃饭 吃饭 我资历会吃 要在我房间做什么 那你自己吃 他妈 顾清培 还不如不让他醒来 醒过来怎么这么惹人讨厌 他妈 到底怎么了 待袁阳出了门 顾清培 常常 虚了一口气 两手紧紧 抓住了 被单 他开始回忆起 昨天的事情 他还记得 他曾经被 怎样疯狂的 快感 所折磨 还记得 袁阳说过的 乌言晦语 记得 他们俩人 怎样缠绵 他觉得 他自己 一定是烧糊涂了 彻底烧糊涂了 顾清培 你 你怎么又进来了 抽还没喝 给你酱了粥你不吃 耍人玩呢 喝过牛奶了 我觉得 你早过来喝奶酱的宝的面积吧 这碗粥 你必须给我喝了 你要是出了毛病 我老子非杀了我不可 过来 吃了 别碰我 你 吃粥 张嘴 吃 我自己会吃 你出去 你他们吃不吃 袁公子 我看着你 真吃不下饭 算我求你 滚出去 成吗 张嘴 从我长长下去 太重了 张嘴 还是我掰开你的嘴 往里灌 你自己选 好 我吃 就想你满意了吧 走吧 别待在我房间 不好意思 我还必须待你房间里了 说什么 那边的房子是旁放的盖的 他走了 我没钱 拜你所赐 袁公子没钱也不能蹭房 你住哪儿我管不着 总之从我房间里出去 我说了 我没钱 我今儿晚上啊 就打算住这儿 把我衣服给我吧 你要干什么去 上厕所 衣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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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拿去 行了我来吧 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积极了 既然如此 你把其他事情也做 你说 去给我买 去买干净的内衣 还有衣服 好好 我给你买 给你买 那愣着干嘛 快去吧 难道我上厕所你想看啊 我看着你 免得你摔了 好 难看 你敢尿到我身上 你胆子不小啊 也许 体谅一下 看来昨晚是没让你长迹象 元阳 你要不要脸 你对付敌人的办法就是下米耀然后强奸吗 强奸 酒吧里随便找到男人都能睡觉的人 怎么跟我睡就变成强奸了呢 我是哪比不上他们啊 我没让你爽啊 你不是也射了好几次吗 你不是叫得嗓子都哑了吗 那是药物的作用 就凭你那点功夫 你哪来的自信 我昨天就是跟条狗睡觉 那效果也是一样的 鸳鸯 你就是个孬子 你再说一遍 好话不说第二遍 你还是慢慢体会 你这样盯着我 是打算掐死我呢 还是打算强奸我 嗯 哼 这两个提议都不错 你选一个吧 还是死了舒服点 你 好了 放 我看在你生病的份上 不跟你计较 你他妈再敢扰我 我干死你 嗯 做什么 顾总 该擦药了 我自己来 我看你行动不方便 这个我也代劳了吧 干嘛 我自己来 顾总 老实点吧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顾总 我是不是忘了跟你说了 你这个地方 真让人受不了 员公子 你可别爱上我 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你还真排不上号 少往自己脸上贴剑 就算上你再说 你也不过就是个男的 这次只是对你的警告 如果以后再敢跟我过不去 我一定饶不了你 袁阳 你不用着急表态 咱俩没完 很好 我们确实没完 要是屁股痒痒了 接着告诉我 再被草云过之来 可别怪我没事先提醒你收敛 带袁阳走后 顾清培干净利落地把房退了 换了一家酒店闹角 顾清培脱去衣服到浴室 看到浴室里镜中的自己 皮肤上布满了青子的性痕 看上去触目惊心 他暗自想 绝不能让袁阳左右自己 要让袁阳付出代价 第二天一大早 顾清培拎着电脑包下楼 袁阳已经准时在那里等着 这么冷的天 袁阳没坐在车里 而是靠着车门 站着摆弄手机 顾总 我来接你了 我没让你了 不用这么急急 我不小心把你那儿操出血了 来接你一下 也是应该的 你说是不是 见你这么急急 去了接吧 不过以后记得要穿正州 司机也要有司机的样子 你说是不是 一定谨记顾总的教诲 以后 哪怕是干你的时候 我也会穿着正装 以后 袁阳 如果你技术再好一点 说不定我一高兴 找不到合适的人的时候 跟你玩两把也没什么 不过 你还是再练练吧 你 你 我忘了问你了 那天晚上在杭州怎么过的 西湖散步 风景不错 对了 最近饭还有吃吧 下星期发工资 撑得住吗 早中午在公司吃 晚上饿着 顾总满意吗 还可以 发工资以后 买两件厚点衣服 要过冬吗 是有点冷 不过我不怕冷 等领到工资之后 我还是先给顾总买点药吧 买药 就是上次那个消炎药 还好是吗 还成 叫什么来着 你还记得名字吗 难得你有这份心 我回家会看的 上车吧 你还是头脑不清醒的时候 比较讨人喜欢 身体可以随便摆弄 叫的声音好听 顾清培没有理他 他通常不知道原阳在发什么标 因为这条小狼狗 情绪太不稳定了 到了公司 顾清培脱下外套进了午休间 打算休息一会儿 他刚换上睡衣 躺下 午休间的门 就被打开了 干什么 你脱衣服干什么 我好像说过 以后啊 我就在这里睡觉 我可没答应过你 我管你答应不答应 怎么 顾总 你害怕了 你要是来睡觉 就毕生存 顾清培 你这两位操有没有啊 你冲什么死啊 你要是不说话 我可自己现场了 干什么 你疼伤动静 我检查检查 你的伤好了没有啊 醒员呢 你别太过分了 妈的 你他妈敢打我 我就打你了 你装什么装 你不是去酒吧 看哪个睡眼的 就能跟人上床吗 我难道还比不上那些玩意儿 你说 我哪里比不上他们了 你哪里都比不上他们 我跟他们上床我高兴 跟你 你他妈再说一遍 我还比上那些鸭子 元阳 你想用这种方式羞辱 也实在太低级了吧 要得了行吗 你才是不要脸的同行脸 随处烂交 现在还装清高 妈的 你跟老子装什么清高 我烂交是我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发情了去找女人啊 别来烦我 女人 你就是我的女人 你别忘了 老子上过你 再说 你不也对我发过情谋了 是谁在我身子底下乱交的 你给我滚 好 我滚 元阳被顾清陪那种愤恨的眼神给刺着了 他实在不想再和顾清陪对视 他想要的也不是这样的对质 他松开了顾清陪 抓起衣服开门走了 顾清陪深深呼出一口气 感觉特别累 他和元阳怎么会变成这么混乱的关系呢 这天晚上 顾清陪和元丽江一块去运筹 不知是身体的劳累 还是最近被元阳的事情搞得昏头胀脑的 饭桌上 顾清陪才几杯下肚 已然就扛不住了 眼神开始涣散 站起来送人的时候 脚下也有些虚浮 酒量也不见得有多好 还喝那么多 放开 我自己走 走个屁 你站得我吗 元阳把顾清陪的车开回了家 把他放到了床上 想到顾清陪刚刚为他爸挡酒的样子 心里有点不舒服 你走吧 你洗个澡吧 身上臭死了 洗个屁啊 我要睡觉 至少把衣服换了 你身上的味都能熏倒人了 换不换 把灯 关掉 太亮了 顾清陪 你到底是醉了还是没醉了 我没醉 你在我家干什么 不干什么 干什么 给你换衣服啊 不是要上你 想上我 元阳 技术太差了 太差了 跟我比差远了 嘿嘿 我技术太差了 你不也试了好几次吗 那是药 跟你没关系 是吗 那今天你没吃药 不如再试试 不行 滚蛋 滚 我技术不好 你倒是教我呀 教你 教你其他的怎么不行 光学这个 我就想学这个 不行 不行 郭总 我说过什么来着 曹 我要穿着正装衫 不 他 你敢吐我身上 顾清辉 顾清辉 原阳的手上 是晕晕乎乎的顾清辉 眼中呢 是一屋子的狼藉 原阳愣了几秒 然后返回卧室 把床单和被子都换下来 扔在了地上 他把自己身上的脏衣服都脱了 然后把顾清辉 也扒了个干净 打开了热水 从头开始淋 洗完后 他把顾清辉抱上了床 自己也又困又累 他站在床边 看着熟睡的顾清辉 看了半天 最终掀起被子 躺了进去 真暖和呀 原阳把脸 埋在顾清辉的紧窝处 忍不住 草 怎么回事 原阳 你醒了 你怎么在我家 废话 我给你送回家 送我回家 送我到床上 你他妈吐老子一身 那套破西装 抵得上老子一个月工资了 不行 你必须得赔我 你他妈脑子进水了是不是 吐你一身就能跟我一块睡了 你把自己衣服也吐了 床也吐了 我没法回家 当然跟你睡啊 赶紧滚 滚 我穿什么滚呢 你衣服我穿不下 我衣服都生抹布了 原阳 别考验我的智商 反正有些话 我不想说得太明白 你听好 那天晚上就这个欲望 以后不可能再发生那样的事 我不管你图形险好 突然开窍为好 都跟我没关系 我不喜欢你这一行呢 顾清辈 我确实就是图你个新鲜瓣 我这个人脾气倦 没吃够 我就一直想吃 我就是想睡你 怎么了 我哪让你不满意了 我长得不好 我身材不好 你嫌我技术差 你教我不就得了 放屁 反正我告诉你 我盯上的东西 就是我的 你要是敢跟别人睡 我他妈就揍他 你 顾清辈 我看你那玩也挺爽的 你装什么呀 咱俩一天进足十个小时 做那个多方便 怎么样 跟我吧 以后我就不欺负你了 和平共处 好不好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 我怎么不知道 叫的比女人都好听的顾总呗 你想跟我当炮友啊 不行吗 我这样的你都不满意 你还好意思说你喜欢男人 男人种了那么多 我喜欢什么样的 还要你来决定 我还真就看不成你这样 你再跟我扯淡 饶不了 你再扯淡 你不喜欢我这行 我告诉你 不准拒绝我 不然 现在就强奸你 靠 你怎么又 怎么了 我年轻 你先放开我 不放 你先答应我 答应你什么 跟我呀 做我的人 要不要脸啊 你要是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也不会勉强你 可你明明就是很爽 非他妈要装 干嘛 你看你 现在硬了吧 你还装 你非要跟我当泡影 也不是不行吗 脱了裤子让我上 我帮你满意了 你说什么 我说 你真要跟我好 我给你个机会 我确实没上过你这样 可以试试 你想上我 你他们做梦去吧 不愿意就下去 滚 下去 你跟我动手 月亮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要是嫌我技术差 他们瘸就是了 这个人不就是能练出来的 多做几次不就行了 找别人里去 没空陪你玩 不好意思啊 古总 拜你所赐 我现在可是个穷光蛋 连开房子钱都没有了 你说 除了你 我能找谁啊 混蛋 古总 我这么年轻英俊的 你都不要 你要求也太高了吧 跟我吧 我以后都不欺负你了 还有 你以后不要喷香水 一个男的 喷那晚上干嘛 这样子挺好的 挺好的 有反应吗 你还说你看不上我 这么重 我都喘不上气来了 你下去 你饿了吗 我给你做点吃的吧 我头疼 赶紧回去吧 很久没睡到这么晚了 真不舒服 你躺着吧 我做饭去 元阳说完便直接跳下床 光着屁股去厨房了 顾青佩躺在床上 用手捂住了眼睛 在任何困难面前 都可以好吃 好喝 好睡的自己 面对这样的元阳 却头痛不已 菜烧好了 怎么样 快吧 烧好了 好了 赶紧过来吃 哦 没想到你还会做饭 顾青佩看了一眼 粥和煎蛋 都还冒着热气 看到这些 他面上的脸色 便也缓和了一些 自从跟赵元离婚之后 再没有人给顾青佩做过饭 看着桌上简单的早餐 顾青佩的心里 突然有些发酸 我刚去部队的时候啊 看谁都不顺眼 被弄到炊事班干了三个月 那时候 我天天往他们饭菜里 加煤灰 幼稚 你应该隔三差我 倒一罐子盐 他们保证不让你做饭 不做饭 你以为不做饭就完事了 不做饭还能去刷碗 洗菜 擦泡桶 就你这样的进部队 三天你都受不了 我可不像你这么蠢 一进去就得罪领导 是 你最会做人 成天白谱 也不嫌累 我要是有圆洞这样的电影 我也用不着泪了 少讽刺我 我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 都不知道我爷爷和我爸是谁 他们也不管我 我成天就跟一堆小流氓混 长成这样怪我呀 你去看看我弟弟妹妹 绝对跟我不一样 听说你弟弟身体不好 嗯 本来是双胞胎 结果一生下来 四斤多那个死了 他这个才三斤多 先天不足的 却活了下来 不过 从小身体就虚 这样你都不为你爸想想 你是家里的长子 还这么不懂事 轮不到你教训我 才懒得教训你 怎么这么烫啊 你急什么 我看看 起了点泡 没事 喝点水 看着我干什么 你嘴唇 看着很软 说起来 我没借过问吧 没有 哦 没有 啊 为什么没有 像你说的 怎么睡都睡了 怎么没接过五呢 我不知道 那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你轻得下去吗 要不是有那个晚上 你会喜欢男人 你不会是想尝尝心情 我凭什么要陪你玩 好了 早餐不错 你可以走 你咬我 怎么样 算不算有诚意 你真赖上我了 你说是就是吧 反正我看上的东西 都跑不了 真痛 你还真吓得去嘴 再赶紧下次 把你舌头也咬下 不止有下次 一定还有很多次 等我把我的宝贝 在你嘴里 我让你不仅不敢咬 还要好好伺候 你可以试试 你这副人闲的样子 就是欠操 我都说了 让我剩你 我就没有意见 你 你上我 谁见你胆子 敢打我的主意 你不是一样有胆子 打我的主意 我不仅打你的主意 早晚 我要再把你操得 哭出来 我给你点时间 适应适应 不过 我耐心不好 你要是老跟着我 对着干 我他妈就把你 绑起来上 这人怎么这样 我就这样 怎么的 后悔招惹我了 我也不是没警告过你 谁让你不听呢 我告诉你 现在后悔 晚了 你现在想做吗 我们做吧 这件事情我考虑考 先放开 以后中午 我要跟你一起睡 再说 你现在可以走了 走 你昨天吐在这儿了 臭得要命 我家臭不臭 你操什么心 好心没好抱 我帮你打扫吧 就你 还会打扫 有手有脚的 有什么不能做 这点活又不累 也好 干完了 你就走吧 我不走 这周末 我就打算待这儿了 说什么 我身上没钱了 双休日 你让我上哪儿吃饭去 想饿死我呀 我这身上有凉拌 拿去 走 你他们咋要饭的呢 反正 我就是不走 你有本事交警察 你 顾总 我给你做饭吧 我做饭 还是不错的 一边做饭 一边在饭里 浇煤灰 是吧 不 房里面 掐那个 顾青培 瞪了他一眼 不再理原阳 从床头找出书本 去客厅了 原阳收拾完之后 天已经黑了 到客厅一看 顾青培 正躺在沙发上 看书呢 那膝盖处 微微曲奇 小腿脚健细长 看着就很诱人 喂 鹏放 还喂 鹏放啊 原大公子还记得我呀 没把我拉黑冰单啊 嘿 你来什么劲 打你妈来了 打你个头 自从杭州回来之后 你再也没联系过我 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还是先丢人呢 我嫌什么丢人 不先丢人 你多少干什么 我怎么多让你了 忙工作呢 我呸 你到底要干什么 有笔块放 你跟你家顾总 处得怎么样啊 工作中 有没有磨擦出 爱的火花什么的 瞎扯淡 能有什么火花 还是那样 哪样 跟他做那个挺爽的 我打算 跟他处处 兄弟 我对你真是刮目相看 把你脑子里 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赶紧清空 有什么可打净小怪的 许你今天泡这个 明天泡那个 我就不能找个人玩玩了 我找的都他妈是女的 你那是没试过他滋味 只要过瘾就行了 男的女的怎么了 真的吗 不准惦记 我他妈抽你啊 给我都不要 你真没救了 不许跟别人乱说 我知道 懒得管你 玩玩都行了啊 可别让你爸知道 放心吧 我有病啊 让他知道 挂了 打完电话 云阳转头看着顾清培 此时的顾清培 有些疲倦的 靠在椅子里 沉默的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简历 思索着什么 袁阳看着顾清培发愁的样子 心里不太是滋味 怎么了 安辉那个案子 这个人不肯签字 你问我这些干嘛 你关心啊 这个人 我能找到关系 你 交给我吧 如果我办成了 你怎么感谢我 办成了也别想跟我睡觉 到时候可不是你说了算 走了 吃饭 你什么时候烧的 就刚刚整理房间的时候啊 快过来 别烦案子了 整天盯着电脑也不像累 我来看看 都烧了什么 一桌子呢 怎么样 怎么样 光看怎么知道 我还没吃呢 那赶紧吃啊 咸了点 咸吗 我觉得刚好 原来你口味偏清淡的 我喜欢吃淡一点 不早说 你也没问 再说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男人 早晚让你服气 想让我服气是吧 那就把任务做好 我只服能力比我强的 不服力气比我大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你都听不懂 还想让我服你 元阳 你现在就跟这碗一样 空荡荡 让我服你什么 空荡荡 怎么了 我就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赚钱上 什么车啊 房子 对我没有意义 是啊 对元大公子来说 这些东西当然没有意义了 顾清培 你少明朝暗房的 我看你真是长得大 那个副院长 你也不用联系 我看你压根不会放在心上吧 我说过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 你少他妈记我 好 如果你能找到关系 扭转目前的局势 给你一次性奖金 二十万 这么大的案子 收益好几个亿呢 你就给我二十万 就这么多 行 二十万就二十万 这笔钱算是我自己挣的吧 你还能让我爸收回吗 不能 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的 我承认 元阳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你像个男人一样 完成自己的承诺吧 哼 完成这事 是轻而易举 不过 如果我办成了呢 我要的 可不止那区区二十万 你不要得寸锦诚啊 哼 如果我办成了 回来之后 我要上你 我会操你 整个晚上 无论你怎么哭 怎么求饶 我都不会停下来 这是你敢招惹我的代价 你惹恼我这么多次 我才上了你一次 对你啊 是真够仁慈的 今天 先放过你好了 好 那办不成的话 就从我室鞋里滚出去 别再来烦我 你等着瞧好了 哼 那你给我说说案子 这资料 看得懂吗 不是中国字啊 我一会儿看 哼 看什么 不知道 想亲你 你不戴眼镜 显得年纪小点 如果头发都这么散着 看上去 也没比我大多少 显得年轻怎么服人啊 喂 我说你这么活着 是不是挺累的 累 活着哪也不累的 难道 能靠别人养活我 我可以养活你 你 怨道公子 你兜里 连个盒饭钱都没有吧 你还好意思说 这都怪谁啊 谁让你这么傻 随便挤你几句 还真把钱都送走 靠 你他们终于说实话了 活该 不这么指你 根本没有效果 最后把自己 置我床上去了 好了 赶快送他 我要睡觉 我就要抱着 袁阳说完 用一只手 还住顾青培的腰 把顾青培 整个人揽在怀里 顾青培挣扎了几下 甩不开 索性就随他去了 顾青培心中 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在这样一个冬天的夜里 能跟一个热乎乎的人 相拥而眠 真的是一件 很暖和的事 他闭上眼睛 安心地 握在袁阳怀里 沉沉睡去 第二天 袁阳便上了飞机 去兑现签字的问题 两天之后 顾青培 从代理律师事务所那里 得到了消息 得知那个副院长 已经同意签字了 这个消息 让顾青培 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晚上的应酬 他便多喝了一些 回家的时候 他走路有些虚晃 袁阳 你怎么回来了 又喝酒 我没让你回来 我想回来就回来了 是打算把我一辈子 不回来 谁给你买的机票 没让你回来 路费你自己付 你这么害怕我回来 是怕兑现承诺 我跟你有什么承诺 早就忘了 会让你想起来的 我警告你 别乱 我是真困了 没空跟你瞎讲话 你身上臭死了 我马不停蹄赶回来 可不是为了 看你这副样子 我帮你洗澡怎么样 我真累了大少爷 没空陪你玩 累了 所以我帮你洗 元阳 闹够了没有 这是你答应我的 从来没答应你 你答应了 放开 松手 放松点 看我坐吧 那天晚上 你明明挺小时候的 元阳 你可别后悔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 这种 我们不该做这种事情 你这样的小王八高子 我他妈一点兴趣都 顾松的绕 可真的呢 松手 让我 让你什么 让我 射出来 松手 不能不要 你敢上 我已经上过了 把手放开 顾总上下两口嘴 头上人这么笑话 你到底要不要笑话 你不笑的话 我他就直接进去了 去 去床上 可你还没洗干净 你要做就快一点 别弄这些没用 谁让你遮着的 上次你说你被下来药 不记得了 这回 你可要看清楚了 是谁上了你 别蹦那么些 放松一点 有种 他们让我伤 看你能不能放松 下辈子 舒服吧 舒服吗 这个样子 也要真能我看到 你听见了吗 只有我能看到 清晨的一缕阳光 打在顾清培的脸上 他没想到 冬日里的太阳威力 依然不见 他是被晒醒的 他感觉自己的脸 要被晒化掉了 睁开眼睛 顾清培对着 那张漂亮的脸蛋 愣了足足三秒 才感觉 一阵头皮发麻 你醒了 你不好意思啊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睡了就睡了 反正时间 也不能倒流了 我记住怎么样 不错吧 你昨晚的表现 你要是再敢跟我说 是要无作用 我就做到 你不甘嘴硬为止 我承认了 昨晚听说 我饿了 给我做点东西 没问题 你亲我一下 你没刷牙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能不能先出去 我可告诉你 昨晚你可没吃药 别起了床就不认账 认什么账 难道我还要对你负责 当然了 我上次就说过了 让你跟我 反正大家都是男的 平时都有需要 我就勉强跟你凑凑凑吧 不准拒绝 云阳 上床感觉不错的 不止你一个人 我跟别人上床感觉也不错 但我不喜欢有固定的伴侣 至少我现在还没碰上 我们不过是睡了两次 你也别太当回事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咱们就是一回两回的事 别弄得好像要谈恋爱似的 顾清培 谁他妈要跟你谈恋爱 你脑子进水了吧 老就是喜欢跟你做 你不也听爽的 你到底看不上我哪点 你问我为什么看不上你 那原因可多了 第一 你是原动的儿子 这样做不合适 第二 我喜欢成熟知趣的人 跟你说话又费劲又累人 第三 我喜欢听我话的 我不喜欢听别人 怪不得咱俩是活不容 我最烦的 就是你这样又装逼 又爱白谱的 一大扫嘴就这么欺人 你明明就是很喜欢跟我做 你为什么不承认 你去哪 跟你没关系 你去哪 怎么了 撞哪了 滚出去 送我求你了 袁大少爷 能不能从我家里消失 好 我走 之后两天 顾清陪整个周末都没有出门 袁阳也没来骚扰他 星期一的早上 他以为袁阳不会来了 便特意早二十分钟出门 可没想到 他一下楼 袁阳早已经等在那里了 你他们这么早下楼 是不是为了躲我 我没那么无聊 那你这么早下来干什么 我打车 你这不就是为了躲我吗 不是 我以为你不来 我为什么不会来 难道你以为怕了你了 跟你说话真费劲 那就不用说话了 我记还成 袁阳把他的味道尝了个遍 才意犹未尽地放开他 顾清陪摸了摸下巴 继续往后思考 思考这么做可能出现的后果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 袁阳有一天玩腻了 他们俩就可以一拍两散 最坏的结果便是 两人性格不合 红着脸分手 就这样想着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中午 你怎么不吃饭 赶紧吃饭 忙着呢 不饿 先吃饭 真的不饿 早上吃太多了 那就去睡觉 你不是经常要午睡吗 你是想让我睡午觉呢 还是你想跟我睡午觉 都有 没那个经历 想我还要谈事情 睡就睡 你可要老实一点 不然你耽误了正事 我以后就换一个司机 让你天天早上几地 一起睡 抱着你 你一定要抱点东西才能睡 我要让你时刻意识到 我能对你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那我要酸 给我揉一揉 来 给你揉揉 轻点 根本就没用劲 那再轻点 够轻了 你出现像一盏灯不断舞动 闪过了我的痛苦 醒过来 醒过来 原来没有什么灵魂 眼睛却有一点红 我们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短暂的笑容 只知道短暂的笑容 不懂了我的天空 不再相同 不再相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